战争能否取得胜利 非凡的特工名叫范春安 是越南最为出色的特工之一 他死后 政府用伟大这个字来形容他的职业生涯 广窥种策 其人的非凡和优秀可见一斑 范春安的故事要从1945年讲起 时至二战末期 法西斯节节败退 全世界各地都处在革命的热潮之中 越南也不例外 当时北越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 范春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入革命的 彼时的范春安正是个矛头小伙子 他满腔热血迫不及待想要上战场杀敌立功 可是没有想到最终他被选中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 最终他在上级的安排下进入了法国的殖民机关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就从那里开始 范春安有着卓越的个人能力 在法国的殖民机关很快就脱颖而出 当时美国也在这个机关派遣了相关人员 美方同样看中了范春安的才华 并且发展他为CIA成员 借助他越南土著的身份 完成一些秘密的情报工作 因为当时的北越政权还处在草创阶段 非常困难 所以范春安虽然身为特工 可却从未受过正规的训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能够骗过美国的严格考察 后来在美国人的先进技术和正规训练下 刻骨的范春安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特工 训练结束以后 他便被派遣从事情报工作 因为当时法美双方处于同一阵营 所以情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互通的 范春安一度为美国 法国 南北越四个政权提供情报 1957年 范春安因为工作出色 又被美国人选中前往本部学习 因为长期为美国人提供情报 范春安成功获得了南越的信任 人们都以为他对北越恨之入骨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甚至可以凭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 直接出入南越政权的军事基地 范春安一度将很多重要的情报传递给了胡志明等人 可以说少了范的情报 胡志明的很多战争是根本不可能胜利的 多头社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言昌达回忆 当北越军队的第843号坦克冲破南越总统府铁门时 范春安站在门边 脸上带着奇怪和嘲弄的微笑 表情满意而平静 好像对这个世界毫不在乎的样子 我直到现在才明白 他是在默然庆祝自己30年奋斗换篮的胜利 战后范本以为自己还会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他甚至都做好了前往美国继续执行情报工作的任务 可是截然相反 这位出色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国家的褒奖 他甚至还有了少将军衔 但就是没有人派他继续参加工作 甚至因为他曾经的特殊身份 导致上级从不肯彻底信任他 后来他甚至还遭到了监控 被迫参加劳动改造 彻底失去了工作的权力 2006年9月20日 范春安因肺气肿病发症 在胡志明市的一所军医院去世 享年79岁 生前备受冷落的他 却突然被当局捧在了手心上 国家领导甚至高度赞誉他为伟大的特工 生前的寂寞和死后的热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是非常讽刺的事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